今天非常荣幸邀请这个 圣经科的医师李医师来现场 我看你的诊所写了一个很有趣的手版 说心是最好的陪伴 在疫情当下每个人都有一颗恐慌的心 焦虑的心不确定的心 圣经科的同理与陪伴 同理与陪伴是倾听自我需求的声音 了解自我需要的关键 那就叫我一下李医师 OK您的临床经验 观察这次的疫情到底有没有哪一些 很典型的一些临床的症状 很坚定的看到电视在说 这罗医师在说爱听 他走到死了越说越恐怖 这很复杂的心理 听你的理解给他一些建议 有的确是在过去 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整天多了很多的个案 他们就说我一天到晚 因为现在有各个消息 比如说LINE啊 群组大家发然后新闻啊 就想要听 但是听得又很害怕 然后整天就很紧张这样子 紧张到睡不着 或是一直就是 那个papitation就是新剂啊那些的 很担心说之后会怎么样 因为人们对于就是 不能控制的事情 不知道疫情会怎么样 不知道感染之后会怎么样 人们对于不能控制的事情 其实本来就是会焦虑 而且这个焦虑是会传染的 会传染的 就是从个别的焦虑之后 你可能本来老生在 爸爸传妈妈妈 妈妈传儿子这样子 然后你看到别人那么焦虑 想说我是不是要焦虑 比如说那时候 惠后卫生纸的事件 就是买卫生纸 可能本来一开始 我就觉得还好 但是看到大家都在买的时候 你开始觉得 我是不是不买 会不行 之后会是因为没有卫生纸 所以这种东西焦虑 是会从个别的焦虑 传染到集体的焦虑 对那其实这个对过去一年来 其实我们身心科的一个来诊量 其实也的确上升到 对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集体的灾难 就是说一个我们现在大家共同去面对 边做边学的一个状况 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 之后会不会有可能像一个灾难过后 一个创伤后症候群 或是要饮酒饮的增加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现在 要饮酒饮的增加 对因为其实在过去921地震那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在过后出现的一些创伤后症候群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及早去介入处理 避免这个情况发生 对所以我就呼吁说 像是一些民间团体或是企业 可能要随时去注意自己员工的心情的状态 因为他们在呈现一个很紧张焦虑的情形 有些东西是当下不会发烧 而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 尤其是在疫情 我们现在就是打延长战的时候 可能会慢慢慢慢的心理的议题 要被浮现出来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 怎么面对这种有形无形的这种疫情的压力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合理的必要的调试 来听听疑似的意见 就是其实因为现在资讯量很多 那我觉得说固定的时间是接收一些资讯 就是说你可能不要一整天就只看line 就是说什么新的消息出来 其实这个会自己会很紧张 对所以我们呼吁说大概每天 你就一个固定时段 把今天的消息收集完这样子 去做准备 另外就是说如果说像是家里面有人隔离 或是有些比如家人在国外的 你担心他的状况 其实你可以每天用一些社交媒体 或是一些视讯的方式去关心 其实有面对面就是有讲到看到影像讲到话 这个会让我们比较安心 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社交的一个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是有保持距离的社交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影像的部分 来让我们就是安心一下 理事我们知道这场防疫的大作战 全民大动人 那我知道有一群人是辛苦中的辛苦 就是跟你们一样 同样医学背景 医护背景 包括钥匙等等 我们之前访问过这个钥匙 联合会的理事长 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的也是 他说光包那些东西处理了 他说工作量真的突然增加好久 他说突然的 他说我们担下来 但是真的是完全体力上面的透支 家庭怎么坚固 那女生的钥匙要怎么带小孩 他说我们都一步一步在没有经验 没有制度规划之调 我们靠我们的意志力去克服 我今天叫李医师 面临这么庞大压力的 这些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 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可能有哪些需要 特别去理解包容关心的 甚至有哪些地方应该 大家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听了意见 是 其实在过去就是有些 比如说被隔离 突然被隔离的一些医护人 他们其实会面临的一些状况 像比如说失落 他可能会觉得说 社会上看他们的角度眼光 对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可能 就觉得被 有点被歧视 或是被特别的标裂出来的状况 疫情刚开始 还有那个社区大楼下小儿科 被人家说你那张手不要怎么 哎呦 那个实在是 你骂人家张手 不就这个张手保护你 你的生命财产安全吗 这个差点有点过分 不好意思打断你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个社会学家高夫麦 他就有说 就是个连带污名化 连带的污名化 对 我们就是会把一些焦虑 投射到这些医护人员身上 就是会觉得说 他可能是会传染的 就是你带衰 你带来 就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那另外就是医护人 可能会面临到就是 有一些内在的冲突的部分 就比如说他可能觉得 他自己被隔离 他会觉得说 可能是不是我做不好 那我会不会感染到我家人 这个是他们心境上 会有一些转折 自己压力很大 对 然后还有他们可能 觉得他们本来可以负责任 比如说爸爸妈妈的责任 然后就是工作上的责任 或子女的责任 他们一旦就是经过 比如说加班 值班 所以他们很多责任 都没有办法 同时兼顾的时候 他们心理上的失落是很大的 另外就是说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是 就是失去控制的感觉 因为不知道这疫情 会延绕到什么时候 当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 他们那个恐慌焦虑 是会存在的 是 譬如说医师 我们昨天看到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在部桃里面的 有一位医师 他就爆哭 因为他说我坚持到现在 可是我不知道 我还要坚持多久 就是看不到那个镜头 那所以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在里头被隔离中 然后又压力很大 又看不到镜头 他们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又可以给他们什么 让他们持续坚持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国家一些机制 就要介入 就汶川大地震之后 那个就是重建国家 其实就是重建的部分 国家介入的效果是最好的 是 对 所以国家就是要呼吁全民说 请给这些医护人做一些 第一线医护人做一些支持 从下额上的支持 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帮助的 那或许可以用一些 就是补助政策的部分 让他们觉得比较 有被安心到的感觉 OK 好 非常谢谢李一世 非常专业的建议 等一下我再继续请教 你相关的意见